整個詭異的行徑原警全看在眼裡 要求要看一下包包內到底裝什麼 沒想到男子居然說包包是媽媽的 要先問過本人同意才可以打開 讓原警覺得荒唐不已 男子最後才坦承包包內裝有毒品咖啡包 第一時間擔心會被罰款 不斷向原警表示自己真的沒有錢 我真的沒錢 我知道你沒錢啊 那你就配合好不好 警察29歲男子平時從事柴飲工作 居然依賴毒品紓壓 有毒品前科 再次被警方查到 憂心會被家人發現 從他包包內搜出的毒咖啡包 總重來到72.71公克 已經涉及刑責 並非單純罰錢就可以了事 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送辦 警方也將持續向上追查毒品來源